吴宁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凯米台风不仅仅造成南部水患 那么东部对外交通也重创 巡政院长卓榮泰27号上午是来到花莲视察 也要求交通部长李孟燕等人尽快地完成铁公路的修复工作 巡政院长卓榮泰27号来到花莲视察铁公路修复的状况 前往苏花公路164.2K探方处以及台铁重德车站视察听取简报 卓榮泰要求相关单位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积极抢通 尽快估算抢通时间让乡亲安心 卓榮泰并且也说要给东部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已经亏欠花莲相亲很久了 我刚刚从一路上过来 分享我们还有很多工程的同仁 现在露宿落实他们还在县展还在亲密 以及照片上刚刚很多坦塌的地方 很多的工程人员还在清理 我想所有的工程人员非常辛苦 但是务必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提高警觉 刚刚所说的30号公路能够通 那么铁道的部分也尽量能够抢修 但是无论如何一条安全的铁公路 是花莲人花莲乡亲一再的需求跟期待 那我们一再又一再的无论是地震风灾 一再一再的迫害到我们的运输系统 这个应该要很彻底的来思考 将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 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很多的补助的措施 包括如果淹水的50公分以上的政府会再加码 加到2万元的这个补助 那之下的低收入户的这个朋友 这个相信我们也会再加码 陪同勘灾的兽林乡长王玫瑰哽咽表示 接连地震 台风豪雨 乡内土石流浅势溪流 地质敏感区数量以及规模增加 居住在山边的居民每天都胆战心惊 就怕哪天土石流冲进家中 昨院长今天的历势 公路铁路都在就在当中 真的也要感谢公路段这几天的辛苦 那这次的台风 又让所有的整个潜水溪流 跟土石敏感区全部的面积就扩大 所以随时随地修林乡 因为我们的居住的地方都比较特别 都在山脚下 所以土石流有非常多处 是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的后山 那后山又离大概一两百公尺 有的是五十公尺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有时候又碰到很多的法令 那我们希望能够紧急去救灾的时候 都是会碰到很多法令 所以有点无力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修林乡尤其是北溪的乡亲 现在真的是只能说 每天晚上都要胆战薪金 现在修林乡的状况是真的是 我只能讲苦不堪言 真的是非常无奈 真的希望我们中央 尤其是山头都希望 我们水宝局这边 能够做一个完全整治的一个规划跟治理 台方凯米造成花莲铁公路中断 因土石流扩大 台铁原定29号抢通进度确定延后 公路苏花路朗拼30号单线抢通 记者综合报道 当区养护工程分 还希望码医金 好